好,各位朋友各位同學,大家下集吧 上星期五我們看到市場出現的一個反彈 這個反彈也是以EU股為主 這個EU股在我們現在看過疫情的一個改變 以及防重施的一個改變 其實我覺得疫情概念的股票基本上都是玩完了 沒有太多的粗度的機會 更多可能是之前我們看到的一些脆道股票 例如有些草能、電力 可能更大的機會會有一個反彈的機會出現 所以在我們這個星期三開盤的情況下 可能更多要關注我們這些電器類型的股票 以及風電、草能相關的為主 那指數的話 看看恢伸指數 恢似其實在這個上已經開始有一個反彈人的走勢 而且在接近年底都是縮量的一個水平 那這種縮量的水平通常來說都是一種 會鞏固的一個走勢 所以我們去看好完蛋之後的這個行程 基本上我認為在這個地方 它應該是一個小福的整理之後 應該是正義次量大 然後它是繼續走的 好啊 那這個呢 不過呢 大方的問題來說 不會走得很高的一個水平 基本上這個位置 都不會有大力太大的一個下跌的調整 好 整體上我們去看開盤之後 有什麼辦法 有機會就和大家去做 我做得不夠了 OK 多謝各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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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各位同學